哈喽哈喽 好久不见啦 其实也没有很久 只是很久没有配音了 因为感冒了 所以就买了一点银耳和桃椒 准备炖一下 因为感冒咳嗽 然后我的嗓子就哑了 打算喝点银耳桃椒牛奶 润润肺 其实我现在的嗓子 还是没有恢复得很好 在无印良品买了一个小的玻璃罐 可以做一点冷泡茶 夏天喝 打算拿桃子和茶叶 还有清零做一个冷泡茶 我用的茶叶好像是红茶 其实绿茶也是可以的 先把桃子拿去洗一下 然后切成小块 本来打算掰开的 结果发现它有点软 不太好掰 所以还是老老实实的切吧 日常偷吃食材 其实我每天都有在拍视频 但是因为我最近实在是太忙了 然后又生病了 所以就只有时间拍 没有时间去剪辑 有很多躺在我的草稿箱里面 等我慢慢地剪出来 然后发给你们看 把切好的桃子和清零 放进玻璃罐子里 拿出我紧身的这么一点茶叶 你们也可以用那种红茶包 绿茶包 但是我没有那个 倒一瓶矿泉水进去 因为我很喜欢喝这个茶叶的味道 所以就用它了 等茶叶泡开 它们都会掉到下面 沉淀在最底下 就看起来没这么乱七八糟 但想起来我有这个杨梅冰 所以就加了一点 这样水就会变得粉粉的 还加了一些零卡糖 但是不多 这样喝起来就会带一点点的甜味 一点点这个瓷 在我这里使用率也太高了 这样就可以放进冰箱了 然后远藏过夜 明天起来再看一下会变成什么样的 银耳和陶椒放在电饭锅里包上 就可以去睡觉啦 哈喽早上好呀 起床的第一件事 就是过来看一下我的冷泡茶 看起来也太好看了吧 待会儿洗漱完可以尝一下 啥也别说了 好看就等于好喝 我可太馋了 都忘记打开盖子了 这个颜色简直好看到 让人窒息 闻了一下有果淡淡的桃子味 喝起来就是桃子的果味 加茶叶的清香 还有一点柠檬的酸味 几乎是没有什么甜味的 好了喝完了 我要开始我的每日早餐缓解了 两颗鸡蛋是少不了的 看到有些人说我一天吃五六个鸡蛋表示非常的不可思议 我想说我的体检我的各项指标都是非常健康的 毕竟我每天都要去健身房锻炼 健身我吃下去的基本上都可以消耗的掉 鸡蛋对我来说又是最快捷的补充蛋白质的方式之一 我的小店饭包包了一夜的银耳桃椒 看起来也太好吃了吧 快看这个晶莹剔透的桃椒 这种软软糯糯黏黏的口感是我完全抵抗不了的 这个就又可以当主食 也可以当甜点 下午茶这样 吃起来真的不要太幸福了 在里面加了一点红枣 这样就可以不用放糖了 因为红枣本身就是有一点甜味的 为了能更快的吃上早饭 我就一次煎了两颗蛋 牛奶真的是我每天冰箱里的必备 断奶一天都不行 减脂的话我觉得可以脱脂奶和全脂奶搭配着喝 因为只喝脱脂奶的话 营养是没有全脂奶的高的 然后喝多了还会容易长痘 两颗鸡蛋一起煎真的是变成了一个很厚的煎蛋 我已经这样吃了好几次了 因为又方便吃起来又很厚很扎实 口感贼好 突然想到如果小时候就像现在这样这么爱喝牛奶的话 我应该会长到一米七吧 牛奶加桃椒银耳的味道真的是绝了 夏天还可以配椰奶 就是三亚清不良的味道 我简单又丰富的早餐就准备好了 最近杭州的天气一直阴沉沉的 所以每顿吃得饱一点健康一点 我才能维持开心 哦对了还有颜值高一点 毕竟好看等于好吃 我的头发真的是 我打算去修剪一下 你们记得吃饭的时候 一定要先吃蛋白质 这个桃子真的是烦死了 你们看这两个圆圆的黄黄的像啥 然后早上一定要吃碳水 我又来发明创造了 在我的冷泡茶里加了一点咖啡 想着喝起来应该有果味冷脆的感觉 结果意外的还挺好喝的 我要开始认真地吃我的鸡蛋 我又试图把这颗圆圆的黄黄的东西 拔出来给你们看 所以我就上手了 嘿嘿这个也太圆了吧 像一颗月亮一样太可爱了 再一次表演 再一次表演天狗吃月亮 银耳和桃胶是属于碳水的 所以这一顿都是优质碳水和优质蛋白质的一顿 我这次买的银耳是诺银耳 我觉得比那种普通的银耳口感要好很多 超大颗的桃胶吃起来口感巨好 好啦我要慢慢的去吃我的早餐了 我一定会把这一碗都吃光的 你们也要记得按时吃饭哦 看一眼说剪就剪的头发 然后来买一点法棍 买了一个这个全麦的羊角面包 小小的 正在切我的全麦面包和法棍 买好啦 这个长得也太可爱了吧 尝一口 嗯很好吃 垫了肚子就来健身啦 今天就练一下肩好了 这个动作就是练肩最基础 也是最有效果的一个动作 每次做完我都酸的 直接要丢掉手里的压力 一组二十个中间休息十秒左右 做到你做不动为止 重点就是核心要收紧 胳膊的关节要锁死定住 用肩膀的力量去带动整个动作 最后练得太过于认真 导致都忘记了拍视频 等到想起来的时候已经筋疲力尽 练不动了 这身健身服就是之前拆枪视频里 说后面试穿在跟你们分享的那一套 我觉得这个白色的运动内衣真的是超好看 带拉链的设计穿脱也很方便 运动完太饿了就用牛奶泡一杯蛋白粉喝一下 晚上要去微蜜家吃晚饭 蛋白粉要在运动完半个小时之内喝 那就让我们摇起来 胳膊已经酸了摇不动了 真的很想召唤你们的嫂子过来 做我的工具人 我要开始蹲蹲蹲蹲蹲蹲了 喝完休息一会儿洗漱一下 我就要去吃晚饭了 今天你锻炼了没 拜拜 感谢观看